中汉良谭总运官宣新剧 庶女攻略 虽然题材不错 但也有人觉得这个设定和知否知否 因是绿肥红瘦莫名相似 都是庶女的成长故事 拿到一首烂牌的罗十一娘 在嫁入侯府之后 开始变得乐观开朗 不断学习新知识 格局也慢慢变大 这和赵丽颖饰演的明兰的确很相似 竟然罗十一娘和明兰壮型 这次由谭松韵出演应该挑战挺大的 毕竟超越不了 还会被网友骂 但觉得谭松韵也是比较好的演员 在知否中 虽然赵丽颖演得很好 但已经定型了 谭松韵因为出道多年 肯定也积攒了很多自己的演技经验 他们虽然脸型相似 演剧的类型也差不多 但不存在很强烈的对比 庶女攻略 应在知否之前就成书了吧 庶女人物虽多但刻画得细致入微 浩然为国 谨心秀情 这是官宣的岛屿 大家就大概可知 剧情了 谭松韵在她三十岁生日时 以我在为名 写了一首献给她妈妈的歌 歌词中写道 树上有了洞 很多故事有了保存站 心里有了洞 很多心事也有了回应站 她仿佛用治愈的歌声 告诉天堂的妈妈 放心 我活得很好 我还是让你骄傲的女儿 2019年跨年夜 谭松韵妈妈被酒驾的车 撞成重伤 进了ICU抢救 她在病床边祈祷妈妈 只要你能醒来 我愿意拿一切去换 但二十几天的抢救 妈妈还是永远离开了 唯一的女儿 没能睁开一眼 没能留下一句话 而在这期间 更有无良的媒体 恶意更改 她和剧组人员吃饭的时间 编排她在照顾母亲的时候 和别人约会 别人让她去告 她说算了没有必要 之后还发微博 感谢大家的关心 告诉大家她会好好的 正如她在采访上说的 如果你问我何时 从那件事情当中走出来 其实我真的走不出来 但我会告诉自己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 必须要让自己活得很好 她用成绩证明她做到了 2019年她登上了 2019福布斯中国 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 2020年获得了 精品风格盛典 最受关注女演员奖 从小就是妈妈 手心里的宝 妈妈用乐观的精神 影响着她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要沮丧 要冷静分析 勇敢面对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打不倒你的 你就赢了 悲观是本能 乐观是选择 人生本来就是 观观难过 观观过 每个人生命中 总会出现一些 意想不到的变故 不想被打倒 我们只能勇敢地成长 种子要破土而出 必须先把种皮推破 向下扎根 才能向上生长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 花期不同 但总会胜放 谭松韵 11岁离家求学 进入四川省舞蹈 学校学习古典舞和民间舞 当时妈妈很心疼 舍不得 但女儿喜欢 她只好约法三章 每天都要打电话 不能和男生出去玩 她一一担忆下来 在学校的生活 让小小年纪的她 比童年多了一份独立和自信 她在采访时 说到这段经历 我不怎么哭 但我的腰硬 只能苦练扳腰 而且开腿特别痛 下的时候真的忍不住痛哭了 很长一段时间 别人已经开始跳了 我还是重复着这个训练 我也不敢说给妈妈听 就坚持过来了 也没什么了 15岁时 从小喜欢表演的她 跟妈妈表达了 想当演员的梦想 妈妈没有说她白日做梦 而是将女儿的资料 放到额眉电影制片厂的 演员剧团 2005年对演戏和剧组 一片空白的松韵 在爸妈的陪伴下 来到成都拍了人生第一部戏 好好过日子 2006年高考 因文化课差了十几分 与四川大学擦肩而过 当时亲戚朋友 让她退而求其次 上其他的学校 但她清楚认识到自己的专业分数 是当年四川省第四名 文化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她想到了复读一年 立志要考偶像赵薇的学校 北京电影学院 如果要复读 经济负担可想而知 而当时家里困难 并且亲戚朋友也不看好 在她犹豫想放弃的时候 妈妈说只要是你想要的 爸妈砸锅卖铁也会给你 幸运的是 谭松韵第二年考上了北电 她入了她心目中的神圣殿堂 妈妈的无私支持 让少女梦想成真 但成名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 没在深夜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没经历过挫折的人 不足以谈成长 尽管在之前的29年人生里 妈妈从来没有要求 她要成为一个如何的人 但她还是长成一个优秀的女孩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因为她身后一直有妈妈在 妈妈的尊重和认可 影响了她的一生 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 都来自母亲 妈妈的离开 让她看待事情更多面了 妈妈的爱就像太阳 无论时间多久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感受到 她的照耀和温热 种子冲破泥土 总要面对风雨 经过洗礼才能感受到光的温暖 在残酷的娱乐圈 没有后台的演员 只能靠演技和实力 慢慢熬出头的 15岁开始拍剧 一直是配角 跑剧组 被说被骂是常有的事 直到2016年 终于成为主角 她用了11年 去磨练自己的演技 谭宗韵回忆首次 竞争女主的经历 当时经纪人觉得 她的形象特别适合 演耿耿这一角色 但竞争角色的人很多 他们努力了很久 导演最终才确认 她演最好的我们的主角 导演楚奇说 谭宗韵 长相甜美 气质 清晨可人 演艺角色非常有灵性 虽然她是一个典型的90后女孩 但其身上却散发出 与其年纪不符的大气 与成熟 但也因为这张可爱的娃娃脸 让她比别的女演员 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去证明自己 刚开始很多人说 圆脸不能做主角 等她做了主演了 又有声音说 她的娃娃脸限制了戏路 别人越是这样说 她就越努力的提升演技 认真的专演每一个角色 这一路走来 有多难 只有她自己知道 演员是压力很大的职业 在拍完特画师到浪花一朵朵 中间是无缝连接的 一年间来回飞着 在演这两部戏 中间还要飞回北京拍杂志 在拍摄后期 当时从早上11点开始拍到 第二天6点 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 身体完全处于透支状态 她感觉有时候看剧本 都有一种抵触的心理了 有一次在现场就控制不住 崩溃大哭 哭完整理一下心情 继续 因为心里清楚 大家都在抢时间工作 不能耽误拍摄 谭松韵说演员是个很孤独的职业 其实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世界的真相就是 孤独让你强大 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她用成绩证明了自己 2016年凭借网络剧 最好的我们 获得爱奇艺尖叫吃夜年度 最具潜力演员 2017年首届中国银川互联网 电影节最佳互联网 网络电影女主角奖 2017年偶像剧 狐狸的夏天 获得第二届金海鸥亚洲新媒体电影节 网剧最佳女主角奖 及第二届金骨朵网络影视盛典 最佳女主角奖 同年由她领协主演的 青春励志偶像剧 浪花一朵朵播出后 收视率多次破亿 获得InStyle iLady Icon Awards 年度偶像盛典 年度人气女艺人 她再次采访上说到 以前我可能很有规划 想好了30岁 我要干嘛 35岁我要干嘛 但是现在生活的重心 偏向于说 我就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开心就好 以前自己还是像个小孩子 从小就得到父母很多的爱 朋友的爱 同事们的爱 但是现在我会比较细致一点的 主动的去给予 我觉得爱不容易 没有谁是有义务对你好的 不是吗 我是个被安慰者 也是安慰者 是爱让我更坚强 我也希望能给予爱 32例的她在温柔的外表下 更多了一份自信和成熟 诚然如此 她们不是最漂亮的 但却会是最受人喜爱的 会吸引很多优秀的人围绕在身边 她在快乐的小森林里说 想哭的时候一定要哭 哭完后一定要向爸爸妈妈 好好表现一下 有一位哲人说 别怕哭泣 泪水会让人生有别样的意义 泪水带来的洗礼 总能彻底清理心灵 宫崎俊曾说 没有不可以治愈的伤痛 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 活得明白 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不忘初心 才更值得珍惜 所谓的成长 就是一个慢慢失去 和拥有的过程 我们的成长 就是一个剥落的过程 把稚嫩脱掉 把青色抹去 过程虽苦 但必须经历 那些受过的伤 终将长成 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成为我们最坚硬的盔甲